房间的空气流通也很重要 因为每天起码有三个小时 完全打开窗户 因为一个天然换气 比起空气清新机更强 换气数字可能是几十 就算利用这样的空气清新机 也可能换气最多是十 所以绝对需要打开窗户通风 每天都要做 如果有家人 就跟他准备餐后 放在房门口 放在盘子 好像酒店 他自己拿了吃完就放出来 尽量不要进入房间 例如有些垃圾 他怎样等 最好是家人给垃圾袋 每天把垃圾放在垃圾袋上 封好后就放在房门口 然后家人就帮他直接把垃圾扔出家 其实他们换了出来的衣服 最好是有一个袋子 他就放在自己的房门口 然后家人就跟他去处理 而去洗衣服的时候 其实最好都是分开洗 不要跟其他家人一起洗 如果有可能 就加一些消毒剂 如果真的有病毒 就减少病毒的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